其实我们现场的电视前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肺子和疹子怎么区分 怎么样来鉴别呢 把时间交给你 好好地给我们上一课 好 好 好 掌声欢迎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孩子患病的原因 那一般肺子呢 是在炎热的夏天 由于它大量的出汗 然后造成这个毛孔堵塞了之后出现的皮疹 那么对于湿疹来说 它的原因就非常多 比如说有可能这个孩子本身是一个过敏体质的孩子 再一个呢 就是孩子本身的特殊的解剖的结构 比如说消化道的屏障没有完全发育好 还有呢 就是一些化学啊 机械性的刺激 因为小孩的皮肤特别的薄嫩 所以任何的刺激都会造成孩子皮肤出现皮疹 那也就是说湿疹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 而肺子的病因呢 是非常单一的 特别简单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病程的长短来说 一般肺子呢 它也就在夏天 而且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 应该能够很快地好 所以说它病程相对比较短 而湿疹呢 尤其对于一岁以下的小朋友 这个湿疹的时间相对会比较长 比如说即便我用药的话 可以消退一段时间 但只要药物停了还会再出现 所以呢湿疹的病程相对比较长 那其实在这里边最容易鉴别的就是它的发生的季节 因为肺子只有在夏天才会发生 而这个湿疹呢 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发生的 所以我们从季节上也很容易鉴别 再有一个呢就是发生的部位 因为我们知道出肺子是人体特别容易出汗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自己也会有体会 天气热了我们哪儿最容易出汗啊 额头 然后脖子 刚才说的特别对 还有就是前胸后背 主要是这几个部位 但湿疹它的部位全身都可以有 一般来说湿疹呢 最早发现应该是在面颊部 还有眉毛之间 然后它还可以再往下延 还有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表现 肺子的话一般它是先皮肤一片红 然后再出现素利样的疹子 那一般湿疹的话呢 它是先有个别的皮疹 然后妈妈它会融合成片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特点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痒不痒 其实这两种皮疹都会造成有骚痒的感觉 只不过呢就是肺子这个呢 它可能除了痒以外 它还有这个有点疼痛感 另外它有一种稍作感 那么大优优独播剧场——YK